距离五一假期还有一周时间 从机票预定情况来看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航空市场持续火爆 中长线出游成为热门选择 出境游明显升温 在这家在线预定平台的大数据系统中 记者发现4月中旬以后 机票预定曲线明显走高 热门城市机票预定量逐日增长 单日涨幅达四成 假期前15天 机票预定量就已经超过2023年同期 记者在多家在线预定平台发现 今年五一假期中长线旅游火爆 订单占比达56% 长线油快速增长 带动假期民航客运市场量价齐升 民航客运市场的火爆 最主要原因还是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运输生产回归自然增长 全面跨入体质增效阶段 即将到来的这个五一假期 除了传统的旅游热门城市以外 一些中小城市凭借着特色美食和独特旅游资源 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近段刚好我们游州开通了来往游州的航班 我就选择了来游州旅游 每次汉文化都特别有名 然后我们就想过来看一看 多家预定平台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限于市场酒店预定订单 同比增长68%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51% 增速高于一二线城市 在线预定平台数据显示 目前五一假期出入境航线机票预定量超过69万 比一周前增长约17% 泰国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位列热门出境目的地前五 出境游预定人次同比增长近两倍 在线预定平台数据显示 在线预定平台数据显示